J you know what it 他為什麼要開槍射我 在剛出門我馬上就到早餐店 殺掉了兩杯的大餅奶 Woo 所以我唱很小聲把衝出來媽祖托 不是啦像這種 我特別喜歡這樣子 他寫的東西 他唱的聲音也是那種 有點凶凶的 但是歌詞是 寫一些雞巴話 寫一些好笑你知道嗎 這種感覺製造出來是真的很棒 Flow我會啊 技巧我會 押韻我也會 但我寫的東西是觸鼻的 我夢叫我愛你奶 匆忙走到廁所的時候 同一時間你我都到了大門口 我給你寄你 放手到哭兩層 即使是轉口發現特別粗 嘿嘿 就像在MISELIN 感覺在寫棒賽的齁 MISELIN 馬路水隔絕以為 等待從水水給普通機會 普通影響應該沒有人聽 到旁邊的不要偷打的 我尋號隔壁間的聲音 給我小一點點 走出來卻不是先生是小姐 這是 這是 他在寫棒賽耶 就是他很狠喔 走出來不是先生小姐 然後 他在寫棒賽的東西 你是在派人啦 嘿嘿嘿 很快喔 Can't fall on long and no way to the top Feeling anxiety but no way to run 啥不是你的會讓你更強 裝自我想成就也越來越胖 那些不怕死的一個歌唱 個個都想成為下一個浪 包住了機會又怎麼能放 東西都帶著就硬著 往死裡撞 back to the same game Now hello Boy still young and hustle Sound still cold but mellow Ya already know about time to follow Back to the game now hello Boy still young and hustle Sound still cold but mellow Oh ya already know about time to follow 會覺得 有等不啊 無聊啦 我不知道大家 聽感怎麼樣 但是就覺得說就是 因為這個 Trap beat就是這樣 你在 Trap beat裡面 要怎麼樣玩得好 你氛圍要做得到位 因為歌詞有很多重複的 然後 內容 也沒有說真的 會讓人家很驚艷的 Punction line 之類就是 內容就是 雖然 因為很多啦 但是 直翻 就三個字 大屌哥 呵呵呵呵 不要說 十個饒舌歌手 八個 說要去Tap 就是 我記得 他上一集也是寫 類似的東西 相對無聊啦 我不是饒舌歌手 讓新生代代代的機會 讓過去那奴 你的積累 可以讓我交流金色 放過明媚術 打招縫 不可獻 我的夢 for real oflo 遭不換你的耳末 我覺得 呃 因為像剛剛那個 FORLEY 那個小女生 你同學啦 她那個就現寫的 這個就是套詞的 奇怪這個B 然後她這樣唱什麼 欸 好像沒什麼順 因為拍的都一樣嘛 只是看你怎麼調配而已 因為 只有快慢這樣子 啊你要怎麼把它唱進去 你會聽得出來 就是這個B 跟她的 flow 搭不在一起 快不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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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聽著 TIG 現在跟她 通常交進這個 後面的就是寫的 因為她有提到現場的人 他後面這幾個bar是新寫的 前面我覺得很明顯是那種套 就是她原本的歌詞這樣 因為你就會發現前面她的磁熱 至少華麗度比較夠 設計跟華麗度比較夠 那個就是原本就是 在家就做好的歌 聲音真好 聲音真好 TIG 我把台灣想要從你口袋拉出來 你流光我現在一開始看了外 你們是過一個P2不該 放我們窗門60秒 你們誰都不 嗓音是 所有人裡面 我最有印象的 怎麼人聲音可以這樣 好屌喔 其實像四川那邊啊 不管是成都還是另外一個哪裡啊 喔對重慶啦 對對對 就是都吃辣的地方啦 他們的方言啊 就像我小時候在聽饒舌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大蘭堂 他們是香港的饒舌團體 然後你聽到人家用別的語言 在做饒舌的時候 因為那個是他們的母語嘛 那個時候聽起來 哎呦 用廣東話做饒舌好像蠻來勁的喔 小時候當然聽不懂廣東話在講什麼 只加點聽得懂一點點這樣子 用廣東話做以外有這種效果 你知道嗎 就像很多歌詞用英文唱會比較有感覺一樣 因為有些詞 詞彙它代表的意義就是你很難用另外一個語言去解釋 英文啊台語啊就常常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講出來就想說 然後人家問你說這句什麼意思 然後你也沒辦法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釋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每個語言作饒舌有他 就算一樣的flow然後一樣的b的話 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他又不是說一直連續的轟炸你 他會留一些喘息的地方 你注重到他的賞音的部分 他有這個資格可以這麼做 像我們這種聲音擔保的人 我可能留太多breakdown的話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嗯 你在幹嘛 他很喜歡 他歌詞其實根本就真的完全不用看 我講算真的 其實一點想要表達的內容都沒有 他知道自己的優勢 所以他flow的編排 再加上他天生那個賞音 我覺得他應該能走到很後面 他會讓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是賞音好聽 第二個是想說 他到底是哪裡人啊 他剛剛拿槍射我 rocking 疾風我跟andrew 縮著八個霸位 要帥得像kid miley 錯完前四個選手看到名單快疾風了 知道他不看AG try night try night 瑞南必辭 免得像steezy 他現寫的喔 我覺得他們這個cyber裡面 有的人那個foolie有寫到套不套詞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從頭開始就看得出來 是就是現寫的這樣子 catch groove I got flow 引起滴拉的注意 yeah 不錄了不錄了 聽完我的verse 他們說不錄了 yeah 我錯了嗎 錯了嗎 錯在哪 怎麼f***那些大道理 yeah 算命的跟我說誠心的開頭 將來要幹大得誠心的唱 以你聽成修 you kill the beat 放得出願 把這唱只唱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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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杯啊 靠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現寫的就是respect 他們一定就是這麼多人 做Cypher 這麼多組裡面 一定有人就是用原本的詞 搬過來而已 方便嘛 但他雖然說後面有很多字沒有壓到 但是他剛剛提到 Starchan的那一段 他玩那個押韻其實玩得很好 只是後面兩句不知道為什麼就沒壓到 這樣子 所以我的表情 像Guy啊 他們就是四川的那一票人 說唱會館 還有Gosh他們 做的歌幾乎幾乎都是trap 包含蓋做的這些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他有加了一些 他只是加了中國風的音色進去 但是他的底韻還是trap 鐵巨人吧 我猜 T.I.G. 好 是不是 歌詞真的 就像我說的啦 就是他歌詞都 我覺得他可能每一首歌詞都這樣吧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知道他混蠻久的 他在Undergawn混蠻久的 他上節目的這兩首歌 包含Cypher跟他前面極速唱的歌 歌詞的內容都很相近很相近 自我膨脹的那種內容 要嘛就是你像旁邊這個 這個不知道他是不是四川人的四川人 然後一直用方言這個四川這個Rex 我也是Rex 哈囉 相較之下因為他天生VOCAL就好 他嗓音就好 因為Chad B算是比較帥 Evil的感覺 比較邪惡的那種感覺 他那個聲音搭進去本來就有天生的優勢 如果像我們這種聲音比較沒那麼好的人的話 要嘛Flow變化一下 要嘛歌詞屌一點 要嘛Punchline多一點 可是他那個真的是太安全了 也沒有失誤也沒有經驗 然後也沒有就沒有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 我們就一起來看 反正他現在正在On嘛 裡面一個人我都不認識 他們去比賽的人當然說 一個看一個他們在Undergawn裡面 他們是所謂嘻哈圈裡面的人 我是不是嘻哈圈的人啦 聽嘻哈也蠻久 說不定我聽嘻哈 聽了20年有的還比他們年紀大 我就純粹以一個喜歡嘻哈的聽眾 也不要自詩自己是饒舌歌手 就不要包袱啊 這些人原本就有粉絲嘛 就像我也是個地下實況主啊 不紅的那種 不紅的那種就叫地下嘛 地下實況主嘛 他一定會有相對有自己的觀眾 自己的粉絲這樣子 自己的聽眾 要怕被罵的話 的賣出來 這也是我做了幾年實況主之後的體悟 啊我今天做實況主 我不能只怯盲人家喜歡我 我不能只怯盲人家抖內我 我不能只怯盲人家訂閱我 有人退追蹤的一天 有人來卵銷的一天 有人酸你的那一天 越是出名 越是應該要有這種 面對勝負的心態 面對評論的心態 因為現在表演者這麼多 創作者這麼多 一定會遇到 不管多 不紅的 像我這麼不紅的 我都會遇到了 被罵 沒有我想我想講 我想講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HIPPOP